要解凍的食物 直接放在塑膠欄裡 推到角落等退兵 完全沒有衛生可言 更誇張的是 洗手槽下方或其他區塊 老鼠屍體至少三四隻 桌上也能發現蟑螂出沒 樓到張亂 蟑螂老鼠隨處可見 疑似就是台中知名的五星級酒店 坐落在七七區域 被前員工爆料 衛生環境差 他們那麼高級的飯店 其實這個應該是 他們本身應該要注意的 解凍還丟在一個地方 就堆著這樣很不新鮮 然後可能會有什麼 食物種族之類的問題 支撐酒店前員工痛批地板 都是黑灰色積水 貨題弥漫死老鼠臭味 令人絕望 迎來衛生局關注 你看起來還OK 衛生局機查台中五星級酒店 內部裝潢明亮 走高級路線 但一走到裡頭果然發現 冰箱冷藏食材沒有覆蓋 散熱器底部有蟑螂屍體 作業環境及員工餐廳 蟑螂出沒的隱形 上述不符合事項的部分 本處以現場開立 限期改善通知書 衛生局表示限期期天改善 否則最高將開罰兩億以下的罰還 酒店緊急出面說明 連鼠板也有補鼠籠 那就是在營業休息後 我們都會做這個放置 那當然也是不希望這個老鼠 能夠到處有流竄 另外酒店對於員工餐 像是廚餘的言論 強調餐點每天都會做調整 不是山珍海味 但也有菜有肉 不過衛生局檢查出蟑螂出沒 餐具冰箱食材不解釋事實 搭著台中五星酒店名頭 衛生管理卻多處出問題 讓不少消費者感到失望 記者楊敬 謝雲甄 台中採訪不到